今晚是蔡雪瑩和大家看天氣 今天我們繼續見到藍天白雲 但雲明顯比昨天多 看看衛星雲圖 見到本港上空有雲層覆蓋 但整體來說下午依然陽光普照 氣溫亦都升得挺高 下午在新界北的部分地區 好像是樓浮山和上水最高的氣溫 升到上34度以上 相當之熱 夜尖沙咀天文台六島的氣溫 是介乎27.7至32.4度 六點鐘氣溫29.7度 相對濕度80% 好熱天氣警告現證生效 交給天宇先生 天文台預測明天短暫時間有陽光 氣溫是介乎26至31度 而在南海的熱帶風暴飛現 下午4點鐘集結在西沙的東南 大約380公里 預料會向西北或西北偏西的方向移動 暫時預測來說打不正香港 大飛現的外圍雨帶快來到 地圖上可以見到大幅的預測雨區 未來幾天都會覆蓋著本港這個位置 展望之後一兩日會有狂風驟雨 星期五的風勢都挺大 天氣多變 大家出街之前要多點留意 而預測空氣污染水平是輕微至偏高 預測天價最高紫外線指數是9 強度屬於甚高 又看看其他城市的天氣 澳門有趙雨廣州雷暴 廈門和台北有趙雨上海多雲 北京有雷暴 首爾和東京都是多雲 東南亞地區曼谷有雷暴 吉隆邦明朗新加坡雷暴 雅加達有趙雨 胡志明市和馬尼拉都會下雨 澳洲墨爾本和色尼都有明朗 宇宜布里斯班天呈 澳克蘭有雨 泰美洲紐約有雨 多倫多是多雲 溫哥華天呈 三藩市多雲 洛杉京明朗 歐洲方面蘇黎世和巴黎都是天呈 倫敦天呈 今天講到這裡 拜拜